主料,高筋面粉250克,牛腩145克,蜂蜜30克,去皮香蕉刺10克,黄油30克,辅量,酵母3克,盐3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将香蕉爆皮,用勺子压成泥状,将除黄油以外的材料,一次从液体道本类放入面包筒,顶部放酵母盖起来, 启动一次和面程序,一次和面程序结束后,放入黄油,再次启动一次和面程序,直指揉出薄膜状,放入盆中,盖上保鲜膜,进行一次发酵,室温27度发酵1小时10分钟,发至2倍以上大,用擀面杖进行排气,平均分割成3分面团,滚圆,盖上保鲜膜醒发15分钟,去1分面团, 盖成牛舌状,由碗线内卷起,底部捏住,放入吐司盒中,盖上吐司盒盖,进行二次发酵,40到50分钟左右,发至7到8分满,放入烤箱,180度35分钟,中间上闪后盖上一层锡纸,烤好后立即倒出来,让它散热,掰开看盖组织,很绵软,烹饪技巧, 面团进行二次发酵时,一定要提前预热烤箱,如发酵50分钟,在40分钟时就要预热烤箱,以防发酵过度方子里用的蜂蜜,是自家闪上采的蜜,周勤添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